小子 大金島的誰管給我呀 再來再來 不大小姐 你還有錢賭嗎 我當然有啊 我當然有 你還有錢賭 哎哎哎哎哎沒錢吧 沒錢吧 哎哎哎不喜歡不喜歡不喜歡 吳冠妝 你拿什麼賭啊 什麼東西 換裝吧換裝吧 我把自己賭上 這加五百兩 你五百兩 哎喲不行不行不行 誰敢把你贏走啊 崩子也不敢 就是 哎慢著慢著 你这样吧 我陪上我娘一百两 什么你娘 你娘太老了 不值一百两啊 谁要啊 真是的 至少我娘还是一品夫人呢 就值一百两啊 来来来来 下肚 下肚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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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 他们谁啊 他们 陆少爷不认识我没关系 可以问问少奶奶 你认识他们吗 他不认识你们啊 送客 什么 少奶奶记性不好 忘记我没关系 可千万不要忘记自己的名字 这每笔账上 都是少奶奶自己的亲笔画鸭 看你们这德性 就知道你们是来要钱的 把钱送给他们 把他们走 还不值这么多 后边还多着呢 这都是少奶奶线下的账 都有她的手印为账 一共多少两啊 不多不少 总共是一千万两 什么 一千万两 陆少爷 家财万块 对于这一千万两来说 不是九牛一毛而已吗 关家 库房里还有多少银子 少爷 银子加上房契 一共才一千万两啊 怎么可能呢 少爷 您要是不相信 您自己查查 少奶奶每天都在账房里拿银子 那一笔笔的记得都很清楚 如果陆少爷在白沙镇 还不起这个账的话 我可以到京城里面去找陆老爷 陆老爷在京城里面 是见过世面的人的 我相信他会讲到你的 走 不见一千万两啊 你以为陆少爷有还不起吗 我们三个房契 还有所有的现金加起来 少说也有一千万两 够不够 陆少爷是个爽快之人 既然这样我就不逼你了 三天以后我到府上来取钱 关于这房子嘛 我相信陆少爷在三天之内 就会搬出去的 走 管家 你怎么不早说呀 少爷 我早就说过了 可是您一直不当回事 少爷 少爷 你 你这个女人 你已经害得我一无所有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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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有没有搞错啊 这又脏又旧 这是给人住的吗 你就这点银子 还想住路百万家那套豪宅 像你们这种穷光蛋 怕这辈子你都住不起 喂 老头子 你说什么呢 我说的是事实 这房子你们到底要不要 就你们这点钱 在京城吃完面条都不够 你小狗眼看人低搞不好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啊 我管你是谁呢 就这房子到底要还是不要 你是什么态度这 少爷 别跟他争了 我们现在主要是要找房子住 这房子我们要了 年轻人 光靠这几是填不饱肚子的 好了 保子为之吧 我走了 人要是倒霉了 到哪都被人欺负 算了 少爷 我们现在是寄人篱下 最主要我们晚上睡哪 不愧吧 行 老板 你先干这个 还行啊 老板 我想问一下 什么时候可以开始上工了 这个随你的店 现在就可以 真的 老板 我想问一下 扛一袋多少钱啊 三袋 三袋 老板 那我想问一下 他们这些人 一天能扛多少袋呀 三百袋吧 三百袋这么多 我看我一天总能扛十袋 那一天就是三十袋 十天就是三百袋 一年就是 原来赚钱这么容易啊 难怪我爹能赚这么多钱 想好了没有 想好了 想好了 老板 我最后问一个问题 就是我能不能一天只扛十袋呀 这算你变 几袋都行 真的 好 老板 我干 快点 快点 来 来 一天三十两 当然干了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老板 你刚才说什么 一天三十两 是啊 你不是说扛一袋三两吗 你有没有搞错 三两 我说的是三文 三十两一天 你给我呀 三文 怎么样 我老实告诉你 在这一袋 我这儿的价格是最高的 不想干 赶紧走 不要在这儿碍事 别别别 我干 我干老板 快点快点下一个 快点快点 快快快点 来来来来 轻点 别乱动 别乱动 轻点轻点 好 我还要上工呢 你别着急 那你轻点 你不是自己活该吗 那么不小心 做个账房先生 也会伤出这个样子 自己不会照顾自己 这是意外吗 我以后会小心的 快走 走 干什么呢你 走啊你到这儿 快 快 快点 快点 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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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点 快点 偷懒不敢活 你想死啊你 你 你往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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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你 赶快去给我干活 要不然一本钱工钱 都可以给你 快 快 快去让我 快去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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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活 快点 不许偷懒 快点 都不许偷懒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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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友 少友 你回来了 你怎么坐在外面啊 不进去啊 没有啊 看你那么久没回来 我是不是担心你迷路吗 不会吧 我都这么大了 你还担心我迷路啊 傻瓜 怎么了你 没事 没事 我我刚才 笨手奔脚的 不小心摔了一脚 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走进窗让我看看 你不是去帮照坊先生吗 怎么也会搞得一身伤回来啊 没什么了 这是一时一时不小心吗 小心点啊 没关系 我别说了 说说你吧 你今天干吗去吗 这个是给你的 我今天在街上 一眼就看中了 我觉得对你是很有用的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喜欢吗 请脚 少有你的伤啊 没关系 真的没关系 只是以前 我被人家伺候惯了 突然之间 我自己出来做事 会觉得很不适应 慢慢我会适应的 你对我这么好 我就算再苦再累 都值得 都很值得 少有 你怎么了 没有 我只是 太高兴了 少有 你以后一定要 多加努力哦 来 少有 是你啊 我还以为我们家少有 回来了呢 请用坐吧 不用了 我来就是想问问你 为什么让我兄弟 干这种活 干这种活 不瞒你说 因为现在讨生活很难 我们少有能做帐房先生 已经很不错了 而且他的老板 还很赏识他呢 什么 帐房先生 他现在做的挺得性应手的 所以先坐着咯 难道 少有没有告诉天娇 去码头干活的事情 湘姨 湘姨 你先请屋坐吧 不用客气的 我这盘衣服洗完了就好了 这对衣服 是你帮别人洗的 是这样的 因为我家少有特别疼我 他不想让我在外面干活 他说要挣钱养我呢 可是我觉得 在家里特别没用 所以我想洗点的衣服 多挣点钱 我忘了 这个是少有的老板 赏给他的十两银子 他让我带给你的 十两啊 谢谢你 谢谢你啊 太好了 谢谢啊 那我先走了 好好好 谢谢啊 十两银子 真好 晚上可以给烧油 做点好吃的了 快点快点快点过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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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你连个东西都不会搬 你还能干什么 今天的工钱全都扣了 哎 不行啊 大哥大哥 我求你 工钱千万不能扣啊 这是我回去找媳妇 我回去救人用的 我求求你了 我管你给我们开门你 快把地下撒的米团给我抓回去 一里都不去找 快点快点快点 别摸摸松松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这是什么宝贝 我看看 大哥 这个东西对我很重要 你可别拿走 我看 我求求你 你可破石头倒什么宝贝 我还给你 是吗 你可乖 你怎样 你可乖 这是什么 人不是 人吗 你可乖 谁 帮忙 还可以多赚几个钱呢 少庸 走 跟我回家 现在不能走啊 少庸 少庸 你这个傻瓜 大傻瓜 大傻瓜 你是傻瓜 你是傻瓜 少庸 我有孩子了 你说什么 我说我有孩子了 真的假的 这么说我要当爹爹了 我要做爹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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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厌 讨厌那样 青椒 我答应你 我再也不会去赌了 你也要做爹爹了 你一定会为我们的宝宝戒毒他 对不对 为了我们的宝宝 我一定会戒毒 我也不希望宝宝 看见我们现在这个样子 如果你再苦再累 我答应你 我一定要让宝宝 健康地生下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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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